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1177集 全套 虾 展昭话不流行 场面也有些尴尬 最后 展昭冷笑了一声 你们这些正派 过了一百年 还是一样没有长进 高河寨众人面面相觑 我们这些正派 展昭的意思 他不站在正派这边 展昭转回深境客栈继续查案 嘴里自言自语一般嘀咕了一句 当年就该宰光这群伪君子 展昭说这话的声音很低很低 普通人听不到 内力高的则不然 高河寨几个弟子面面相觑 都惊骇于展昭的皮静 这跟传说中的完全不同 不愧是魔宫的小公主 果然是有魔性 开封府众人也听得真切 除了白玉堂 众人起先有些闹不清楚 展昭是来真还是来假 直到听到了最后一句话 基本都判断出展昭有什么目的 在使诈呢 最后那句话不是他一贯的说话风格 这种骨子里往外透的阴森与邪性 也并非是展昭性格 虽然他有时候是有些猫性 但他完全没有这样恶毒的一面 他没有 阴猴也没有 确定了展昭在使诈之后 就剩下猜测他在诈谁了 白玉堂不需要猜 他知道展昭在给白木天下套 而从白木天的表情来看 展昭成功了 白玉堂也有一些佩服展昭 这猫一点都不了解白木天 但是却敏锐地察觉出了他的异样 并且认准了贬似不过是个工具 在使用这个工具的人应该就是白木天 果然 蝙四被白木天轻轻拉了一下 这个动作看来就好像只是长辈 劝一个傲慢的后背收敛 但从白木天的眼神里可以读出一种命令 蝙四也很听话 推到一旁 不说话了 白玉堂就见展昭回过头的时候 对自己做了个眼色 楼上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个颜色 可问题是没一个人明白展昭想表达什么 于是众人习惯性转过脸去看白玉堂 可白玉堂此时的举动也很奇怪 他微微皱着眉头 担忧地看着展昭 似乎是相当的难过 开封府众人更惊骇了 白玉堂的面瘫症什么时候好了 没理由大家都明白展昭使诈他不明白吧 关心则乱 众人没注意到的是 白玉堂此时也仰起脸看了一眼白玉堂 看到白玉堂的神色之后 白玉堂微微地挑起了嘴角 开封府调查了现场之后 将扁方锐的尸体抬走 高和寨群龙无首 扁方锐本来是扁胜不在时候的画室人 可现在他也死了 扁方锐一派现在等于是一盘散沙 弟子们垂头丧气 都想着日后的出路 而四大弟子那边 昨天还在为钱通钱的死痛心棘手 此时却似乎可以庆祝一下了 沉默对开封府众人拱了拱手 希望他们早日破案 就回去了 而白木天和扁四 也没抢扁方锐的尸体 更不关心案情 带着弟子走了 甚至连赶快破案四个字 都没提起 等人走了 楼里众人议论纷纷 大多是些非江湖人 觉得这是闹了鬼了 展昭走上楼 一抬头 就见楼上除了白玉堂之外的众人 都往墙边靠 瞧着他表示 啪啪 不要过来 展昭翻了个白影 又磨了两下牙 林烟火看看展昭 又看看白玉堂 你俩唱到哪出啊 其他人也都点头表示不解 众多缺心眼里头 唯独赵普看出了些端倪 九王爷刚才一直在二楼门口靠着看好戏 等戏演完了 他琢磨了一会儿 之前你的请帖出现在第一个案子里 看来也不是巧合 什么巧合 公孙洗着手出来了 赵普递了块帕子给他擦手 编问展昭 那位仁兄真正的目的是你吗 虽然我很不想这么说 不过貌似是 情敌 林烟火幸灾乐祸 胳膊手一撞白玉堂 白玉堂斜眼看他开口 你好像胖了 林烟火倒抽了口冷气 展昭也插了一嘴 最近你脸色也暗黄啊 林烟火捧着脸张大了嘴 惨叫了一声 奔回开封府 敷脸减肥 顺便去问问邹梁 自己是不是真的胖了 然后脸色不好 赵普等人都看着 像是一笑细谋得逞的 展昭和白玉堂 这是眼坏人上瘾了呀 我该做的就错了 就等着后续发展吧 说完展昭下楼 楼下 小四子和萧梁 已经标注好了 所有脚印的位置 小梁子将剩余的筷子 放到桌上 小四子还蹲在一个脚印子旁边 歪着头看着 展昭走过去 蹲下 伸手拍了拍他屁股 小四子研究什么呢 脚印 脚印怎么了 走到楼下 鞋已经好淡 但是脚印好完整 脚印完整 说明什么呀 他很胖 胖 小四子捏了捏了捏肚子上的肉肉 点头 脚不重 所以脚印很完整 多胖 小四子站起来 抱着小胳膊算了算 至少两百斤 可他的脚很小 我也在想这个事 小四子有些纠结 展昭摸了摸他的头 所以他不是自己走的 还带着一个人 对哦 而且那个人 还在流血 这时 公孙也走了过来 这就能解释 为什么地上那么多滴落的血迹 还跟脚印离得那么远 因为凶手 是扛着人走的 案子越来越奇怪 可回到了开封府 众人除了要担心案情之外 还要好奇 展昭之前的那个套下好后 会不会有猎物上钩 在等待的过程中 白玉堂找小梁子来练了两招 他要求小梁子用之前 跟扁四交手时 扁四的招数 小梁子照做了 打了几个回合之后 把玉堂皱眉 扁四的功夫 是白目添交的 而等到了晚上 展昭刚走出门口 就收到了一封信 是个小孩跑来给他的 展昭打开信看了一眼 写信的人说 他知道扁方瑞被杀的线索 希望展昭能单独去翠湖边谈的 翠湖就在开封城里 是一条挺大的湖 上边有很多石桥和梁亭 散布成梁的人很多 展昭看了一眼信的署名 笑了是白目天 收起信 展昭都没回开封府 背着手就朝翠湖的方向溜达去了 而开封府的门里 白玉堂也悄悄跟去了 同样八卦的林业火和赵普 都跑到门口往远处望 想着怎么跟 不会被展昭发现 这时 身后有人戳戳他俩的肩膀 赵普和林业火回头 就见鹰猴和天尊站在他俩身后 玉堂和展昭鬼鬼祟祟的干嘛 赵普还想帮白玉堂展昭 想个借口搪塞一下 林业火倒是老实 一五一十在添油加醋 将事情讲了一遍 给二老听 天尊听完甚感兴趣 阴猴则是皱眉 白目天金路昭而干嘛 展昭晃悠悠 到了翠湖附近 此时天色已晚 翠湖岸边好多人在散步 还有些老头聚在一起 下棋聊天 很是热闹 展昭摇了摇头 替跟来的白玉堂 和那几个八卦的闲人惋惜 如果说白目天约在什么 月黑风高的僻静小巷 那偷听还容易些 可约在了这嘈杂的闹市 要偷听就难了 展昭沿着岸边走了几步 看到了不远处一座小桥边 白目天正站在那里喂鱼 他手里拿着个干馒头 靠着身旁一颗垂柳 面无表情地盯着湖面 撒下捏碎的馒头屑 展昭走了过去 白目天回头看看他 将手里剩下的半个馒头 扔到了湖里 拍了拍手上的碎屑 对他点点头 湖里一军锦里围拢到一起 争相咬那半个馒头 有什么事不能去开封府说吗 刚才找你麻烦 我爸进不去开封府的门 玉堂会踹我出来 展昭呵呵了两声 也没多说什么 等着他说 我知道是谁杀了扁方锐 白目天开口就是直接了当 展昭一脸原来如此的表情 点点头还是没说话 白目天有些疑惑地看展昭 你不问吗 问什么 问凶手是谁 或者我为什么会知道 你约我来不就是说这个的吗 他也是 我比较好奇的是 你为什么不告诉玉堂 而告诉我 既然知道他生你的气了 你不想挽救一下亲情吗 展昭走到一旁的一张石 凳子上坐下 白目天让展昭都乐了 走到石桌另一边的凳子上坐下 我们之间本来也没什么亲情 补补补就都那样了 行吧 那你说吧 谁杀了扁方锐 寨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